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何来判别他们 确实这是很困难的 不过这个话里是根据他的前妻 他前天在Clorado找到了 他前妻跟他生了两个孩子 他前妻告诉记者说 他就是一个举止行为非常残忍的一个人 他说他对打自己的老婆而且很凶惨 当然同样也在Florida也采访到他的父亲 这个罪犯的父亲 他也说我没想到我儿子是这样一个人 看上去他父亲也是一个规规矩矩的一个老实人 但是生这一个儿子 当然美国没有说儿子犯罪老的要负责任 那么一说 但是就是说看来他这个人的个性 也就是说他的个性和他极端宗教主义的主张 两者结合的时候就很容易产生一种暴力的行为 对 你说他这种社会仇恨 当然像您讲的也许我们现在还没有根据一些某个剧者的报道 说他曾经对同性恋表现出了厌恶甚至憎恨 他好像有报道说他有带一个孩子走在街上 然后看到两个男人在亲吻 他感到很厌恶 他有提到过这个细节 所以这里面他有两个仇恨在里面了 一个是对整体的一个社会的仇恨 第二个是对这个同性恋这个行为 他仇恨 因为你知道这个伊斯兰教是比较传统的一个家伙 他是当然就跟基督教一样 是不允许有这样一个同性恋这样的行为 尽管是一个现象 你可以多娶几个老婆 但是你不都有同性恋的行为 对对对 尽管有这个社会上有这个现象 但是如果是极端宗教人士的话 他是不可隆忍这样的行为 那基本上是这个情况 然后他又引申出来另外一个什么问题 其实这个事件又引申出了一个同性 这个社会对同性恋看法的问题 是没有错 这又挑战了一个什么神经的两个 这个候选人对同性恋的一个看法 还有一个什么厕所问题 对 所以呢 我们总统前不久又发布了一个厕所令 厕所令 所以这里都联想起来 所以这个事情闹得很大 是 现在这件事有可能会闹到大法官会议去 一定会了 一定会了 现在11个州已经把我们总统 我们把这个议题呢 我们放到后面下一期节目 我们请话也是跟我们专门的分析 因为这里一定 法律问题更多一点 回到同性恋的问题 其实同性恋应该说是一个美国社会的一个个人选择自由问题 对 没有错 其实我相信我们特别华裔民众当中 对同性恋的这种支持的人 或者说完全赞同的人 可能未必是多数 但是呢 我们即便不赞同 或者说你不 不会这个认同他们 但是你也用不到 用这种激烈的手段 去反对 也用不到去杀他们 对 而且根据报道 就在 奥兰德事件呢 几乎是同一天 是我们洛杉矶的时间的 周日的早上 另外一个 也抓到另外一个嫌犯 他就是要参与 同性恋的周日的大游行 而且身上带有很多的暴力物 很有可能 如果他得逞的话 可能会造成另外一起 这种爆炸和伤亡事件 当然现在FBI还没有说 他是仇恨同性恋呢 还是仇恨某个什么东西 或者还有什么样背景 目前FBI还没有说 而且FBI也没说 洛杉矶这件事 和奥兰德有任何的关系 说明什么 如果这件事 如果我们前提 是这个人是对同性恋的仇恨 所以来搞的话 就说明 这个问题 其实在美国社会 还是有很多的争议的 对 你说的 比如说美国 有些社会问题 处理不当的话 可能会演变成一些暴力的事件 就这么 这里还想到一个问题 是一个就是枪子问题 对 还有一个 当然枪子问题 那是个更复杂的问题 我把留在下一节 去请教华律师 也就是说 回到这个社会问题 所以原本说 一个社会问题 大家可以心平起和通过讨论 对 甚至像过去一段时间 其实美国 当各个州通过 同性恋婚姻合法之后 大家发现 其实美国社会 对同性恋的接受度 越来越高了 像在我们加州 有高达64%的人 是可以接受 同性恋婚姻的 就是说 我不会去搞同性恋婚姻 我也不让我拿 儿子女儿去搞同性恋婚姻 但是我尊重你 作为同性恋婚姻的 这样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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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做法 我说一下我个人的感受 原来我在这个 美国生 科技生物公司工作的时候 在西雅图的时候 我们公司曾经有一个 我不知道啊 我见到时候 他已经是个女的了 我的同事告诉我 他原来是个男的 然后做了个变性手术 变成了个女的 虽然外貌特征 有女人的这种样子 长头发 胸部也隆起了 可是 你觉得怪怪的吧 你觉得怪怪的吧 我不敢用这个字了 但是说你就觉得 后来我们公司 反而知道这件事的 这个女生们 就是一看他进厕所了 没人去 也就是说 其实这种变性也好 同性恋度也好 其实也不光是这个了 我在公司 我们公司有一个这个gym 然后我经常下班以前 就会到gym里面 去做一些活动 你也知道 gym里面 大家男人在男人地方 女人在女人地方 大家都会比较随便一点 甚至都是不穿衣服的 我和我们公司另外一个 还是我们同一个department 一个小伙子 长得白白 长得很handsome 非常好的一个人 我得说他对人特别好 以前我们俩还就经常在gym里面聊天 就这么赤身裸体在那聊天 等突然有一天 我们成立了一个 GLBT 所谓的这个Gay and Lesbian 这个association 他去当了主席 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没有说对他个人 有产生任何的嫌恶感 但是呢 当他就是identify himself to be the gay的时候 出柜了 你就觉得心里上是有点别扭 我是觉得我们这些人 还是有知识有教养的 我们还能接受他 我没有改变对他 丝毫没有改变对他的任何态度 但是我尽可能避免不跟他在 技术里面相见 对对对 不是 我的意思是想说 这种社会问题 或者说这种社会的现象 如果处理不当 以后也没成一些问题 对 是这样的 我就像你讲的 就是 尽管你心里 可能个人 从个人角度来讲 不会去变成一个同性恋 是吧 或者说不会去赞成自己的亲属 或者朋友去这样做 但是呢 你对这个 有这个同性恋的人的行为的人 不会去干涉他的自由 不会去伤害他的性命 这是一个底线的问题 对 你不要去干涉别人 对 不光是道德问题 甚至这些还有法律问题 是吧 你不能 再说了 你可以去 有些人可能在舆论上也可以 就是批评要什么之类的 也有这种现象 但是他至少他不会去杀害他 不会去伤害他 所以有些人呢 就是把这种行为就极端化了 我觉得他这个 这个那个 欧玛 这个本人 心理素质也是有很大问题的 这个从他的会 我看了他的个人的经历 看了他老婆的那个证词 那个新闻报道 我也看了 我觉得他是一个控制欲 非常强的一个人 他不允许他老婆 除了工作以外 不用让他老婆出门 就是典型的那种 伊斯兰极端的这种宗教 原始教育派的一种想法 对啊 对啊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显然不能适应 这个美国的当前的 这个文化的这个这个趋势 所以呢 我觉得他们应当打开这个门 接受美国的这个普世 这个价值 或者是美国的这个 主流这个 这个应当要想到办法 进入到这些 伊斯兰的家庭 让他们能够融到 融到社会当中去 这是解决问题的 根本的一个办法 你没有办法 预防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的 这些人出现问题 这没有办法预防 所以以为一个 比较有效的办法 就是把他们的 就是需要洗脑吧 稍微要洗一洗 当然了 确实 因为你想 尤其是这种 怎么说的 他个人个性的一种 经常喜欢走极端 甚至打老婆 有一点家暴倾向 就是说在这人在 起码可以说 现在可以说 他有一种暴力倾向 这样一个人 再加上 他在把一个宗教主义 在被他走向 另外一个极端 其实也不光是 伊斯兰教 哪怕他信其他教 他要走向一种极端 他也要走极端 他也会走极端 他也会走极端 对 你记得吗 我们曾经碰到过 有的人曾经把堕胎医生 给杀死 他们不是伊斯兰教的人 他们可能就是 普通基督教 真主教的人 他就是走极端 就是走极端 所以极端 任何一个宗教 一旦走上极端 那就跟这个宗教本身 可能就完全不光了 完全是个人的 一种极端的想法 就是对于 特别是像这个 由于911反恐之后 尤其美国跟西方国家 比较紧张 甚至用一对 用一句这个美国的 冷战大师 Hunton的话来说 这种文明的冲突 西方的这种基督教文明 和中东这种 伊斯兰文明这种冲突 虽然很多人并不认同的 的确是一个 现在就是面临 这个两大文明的冲突 确实 这个文明的冲突呢 当然我们虽然 并不完全认同说 这必然会发生 但是就是说 应该认识到 这种文明之间 大家彼此的包容 彼此的互相的 有一定的距离 其实是有必要的 可是在美国 美国是个移民大家庭 您作为移民 预示最清楚 每年 每天 甚至每分钟 每秒钟 都有不同宗教 不同肤色 不同种族 来自不同国家的人 成为美国的居民 或者成为美国的公民 美国是一个大家庭 美国允许世界 所有人都懒 但是如何能够让这个文化 能在美国星条旗下 能把所有人的这个心 或者说大家基本的规范 能按照美国主流社会的 这种设计和这种规范来走 其实这还真是个问题 真是个问题 对移民的教育 恐怕还真的是一个问题 也不光要学好英语 我觉得还有一个 所以你讲的 正是到点子上了 不仅仅是学好英语 而且要把这一代移民 要融入到这个美国的 主流社会的文化当中去 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 一个长期的一个论误 刚才华律师也在最后 也诚恳和认真的 Google我已经告诉大家 其实也是告诉我们的社会 移民来到美国 不仅仅是要学好英语 不仅仅要努力实现 自己的美国梦 其实在实现 自己的美国梦过程当中 也要逐渐的融入主流社会 认同主流的社会价值 和这个社会融为一体 这样才是完成了一个 真正移民的过程 这才是真正的美国梦的实现 如果您虽然有收入了 虽然买房子了 虽然在美国安家乐业了 但是你依然坚持着你 一些固有的想法 甚至一种极端宗教的 这种想法的话 不能说你的美国梦就实现了 像这一位29岁的 Oma Martin这个人 他虽然生在美国 长在美国 受教育在美国 他既没为此受过苦 也没为此受过罪 但是他依然保有极端的 宗教主义的极端主义饲养 最后酿成了 他对社会造成巨大的伤害 如果话里是说到这一点的时候 说到伤害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在讨论枪支之前 我还想啰嗦两句 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次美国政府呢 在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 并没有像往常一样 告诉大家 他的枪支怎么取得的 他的子弹怎么取得的 因为什么 按照以往的惯例 有些年轻人啊 会模仿 这个东西是社会另外产生的 另外一个副作用 虽然没有一个人作案 说是模仿谁作案了 但是这种对一些 已经有了一些思潮仇恨 极端宗教主义 甚至恐怖主义思潮的人 如果他们看到这样的案件的时候 对有些人恐怕是一种 是一种鼓励 对 是这样的 所以怎么防范这些东西 怎样防范这些东西 就谈到一个控枪的问题了 对 就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不能让他有枪支 这是对社会一个保障 所以这个从两个方面来讲 一个就是是不是要修正宪法 不容许老百姓用这个枪 这是一个大问题 对呀 就目前来讲 这个民主党共和党打成 打破头了都不能同意 现在看来这个门槛 修改宪法的门槛太高了 所以现在唯一能够做的事情 就是宪法自由还是保留 你有用枪自由 但是我们在买枪 买给谁不买给谁 这个前提下 那我有这个政府可以下达这个行政令 或者说这个买枪的这个部门 也应当做严加的这个防范和核查 就是两种几种人 一个有精神病历史的 西方精神不正常的人 有极端行为的人 有恐怖主义思想和思潮的人 等等等等 所以经常打老后也不能卖给他 你有家暴 你有这个暴力倾向的人 拿这个枪不是更大的问题吗 所以我觉得在控枪的方面 大家要做到就是这个枪支 不能让他犯了 在卖枪的时候查清楚这个背景 第二还有个枪的黑市的市场 所以这个报告没有报道是这个黑枪 就是在福洁尼亚这个州 据我了解 就是好多地方 他有私下里就是这个买卖枪支的 他如果是私下里能够买卖的话 他怎么会去查这个人是恐怖主义分子 怎么会去查这个人精神病史 怎么又查家暴史 是吧 还有可能有些人打了老婆 他万一没有报警呢 他也这个倾向 所以这个买枪的人 是不是要经过这个精神鉴定 买枪的人是不是要通过这个FBI的调查 背景调查 那我们怎么控制这个黑枪的市场 是吧 如果有人在卖的话 你这个刑罚处罚高不高 高到他不敢再卖黑枪这个程度 你有没有做到这一点 如果做到这一点的话 这个黑枪市场就不会再出现 是吧 如果黑枪市场不能再出现 只能在政府所许可的几大的公司去卖枪的话 那就比较容易查到 起码能够规范这个途径 规范这个途径 还有他这个枪支买卖 他就做那个记录 他能上那个电脑 能够记录好谁某某人 什么人在什么时候买了一支什么样的枪 谁某某人在什么时候在某一地点 没有时间去买多少子弹 那如果这个信息能够及时的传送到国家的安全部门的话 他就能够知道 这个人如果他已经网上收到这个人可能是有宗教极端分子的这个行为的人 他突然那一天某天买了枪买了子弹了 他还没去那个现场杀人的时候 你马上就能把他阻止了 当然这里面恐怕更大的问题还是说这个枪 美国合法枪支也泛滥的问题 美国刚才话里是主要谈的是 如果控制这个这个所谓的黑枪的问题 美国根据统计啊 不完全统计 合法枪支超过一亿支 非法枪支大概估计大概超过两亿支 也就是说几乎美国人人手一枪的话 人手一枪 所以美国我记得那次这个Kinatica事件之后 美国人采访美国生产这个M16步枪的这个工厂 那工厂人就毫无隐悔的告诉他说 他说我们工厂生产的五分之一是用来装备部队的 更大的部分就提供给枪商了 也就是说他生产的步枪大部分都是卖给我们美国人自己了 而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卖给军队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军火商 所以大家想想你有多少支这种冲锋枪 这种可以大规模的这种杀伤武器 可以造成人 更多人死亡的这种武器 已经流入了我们的千家万户 对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不能卖几种枪 一个什么叫assault weapon 就是攻击性的武器 攻击性很强的 就像冲锋枪 还有一种枪它是可以改造成冲锋枪的这种枪 对 比如说是两用枪 这种枪都不能卖 而且还一个其实美国在长之前 美国在二十几年前是不允许老百姓拥有那种连发的 只能拥有半自动步枪 不能拥有全自动步枪 好像你看现在就这些人用的 包括这个嫌犯用的IM-15 都是全自动步枪 对这是很恐怖的 他一发击他的连着 几十发子弹全部打出去 对啊对啊 所以才会造成这么大面积的伤亡 在短时间内造成这么大 如果他打一枪上一枪 打一枪loading一枪 那他就不可能造成那么大面积的伤亡了 对啊他在loading的时候 这么多人可以跑掉吗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就产生了一个极大的问题 就是你这个合法卖枪的话 是什么样的枪能卖 什么的枪不能卖 是吧 如果你真的是这个宪法这么难修改的话 我觉得是不是能在这个地方 能够下点功夫呢 或者说我们干脆就是 老百姓这个生命的安全的考虑 干脆就把枪给空了吧 这是我觉得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我记得肯尼迪卡事件之后呢 他们做了一个统计 说这个枪击事件之后 美国形成了一个新的买枪筹 购买枪支人数越来越多 好像有点人人自卫那种感觉 他觉得就你要攻击我 我也要有枪 我有枪你就不能再攻击我了 但是但是那有 我先生也提过 还有我的朋友也提过 他说这个枪支啊 往往造成的麻烦更大 因为呢这个你没枪的没枪就行了 你一生气的话 用个什么其他武器就是挥舞一下 对不对 你就泄愤了 但是也有枪的话 你拿到枪 枪支所造成的伤害 比你想象能够维护你权益的这个 这个部分呢 还要大 就是他的必大于力 基本是这个想法 其实我想花里是想跟大家说的 必大于力就是说 简单的例子吧 有一个小偷 入室偷窃 你把你把他打死了 你未必就是就是正当防卫啊 你未必就是没罪啊 因为什么如果他没有攻击你 你把人打死了 恐怕你还是有问题 所以法律上你恐怕还有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不在这儿 现在拥枪已经是高度的政治问题 为什么 从我们总统记得 肯乃利卡事件之后 总统副总统信实乱弹 向全国人民保障 我们一定要控制枪 一定要对那些 就是刚才您讲的assault 这种weapon 就是那种攻击性的枪支 一定要予以禁止 多少年过去了 禁止不了 什么也没发生 什么事也没有 我们总统上台第一年 就谈枪支 到他该离开白宫了 还在谈枪支 还在谈枪支 这一次他又在谈枪支 越谈越多 越谈越多 所以 美国的枪支协会 所谓那个Raffle Association 真的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组织 这就已经超越了一个 一般的民间的组织的这种范畴 他们那个游说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在国会上昭非常有影响力 金钱 他们几乎是给很多的 总统候选人 议员们 无论是参议员还是众议员 他们都是他们的金主 美国枪支协会 美国的控枪真的是 一点希望都没有吗 难道就没有人可以挑战这个 这个枪支协会吗 你比他钱更多吗 说吧你还是政治问题 说吧你还不完全是一个枪支 该不该用枪的问题 当然应该这么讲 用枪是宪法对美国公民的保障 但是 由于造成了这么多的伤害事件 想想如果今天这个Oma Martin 他没有自动步枪 他仅仅是手枪 或者甚至根本没枪 他不可能造成这么多人的死 他恨就恨这些人就罢了 你也不可能杀这么多人 你最多全拿脚气 最拿刀的划划人 你也就如此了 所以我们就是老百姓人很无奈 就是说大家对我想政治人物 他也知道这种枪支的管理是有必要的 可是屡禁不止 而且屡说不动 而且大家政治人物们缺乏一种 我不知道该怎么讲 是缺乏的道德勇气 还是缺乏的是一种政治上的这种信心 看来还真的有很大的改进的空间了 美国 当然了美国也说了 同时你看我美国有这么多支枪支 但也没有像你们想象的 美国这么多的枪击案 够多的了 够多的了 我是希望不要有老百姓的心血 不希望再有更多的恐怖 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 大家各位政治的大佬们 重新再论定一下 枪支该怎么还 不要再造成更多的流血的事件 感谢显 Marx